又把大家锁在爱的锁链中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号 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欢迎收看颜希盘后的岁岁念 昨天看到我们的友辉 一早把大家锁在爱的锁链中 今天换到谁了 今天换到我们的复兴中华 中华复兴连四拉四又通通锁在爱的锁链中 开心啦 颜希这里还是提醒大家 这里的行情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要知道这个盘面 即便现在在整理 但是AI电动车网通还有集团作帐 今天又变有记忆体还有军工 这些族群通通都有亮点 所以我是不是一直提醒大家 只要盘面的结构调整到可以起步全部一起发兵的时候 族群联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亮点你会看到越来越多 当亮点越来越多盘就是越接近于整理好的时候 所以我常说机会绝对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今天呢再次恭喜 我们的会员就是越赚越多 再次恭喜会员又赢在起跑点 为什么呢 今天的中华复兴 复兴中华 创高涨停板抢索6000张 一切才刚刚开始舒服啦 这里还是提醒大家领先绝对是你最好的投资 不要到了年底 选举行情集团作帐行情 你才在问颜希到底还有什么好买的 来我这里天天都在给你 天天都在给你 好 你可以看到今天 的盘面 我们的 新复兴 还没10点就锁死了 新复兴跟什么有关 我说过了跟网通有关 网通呢跟什么有连结 一直提醒大家 只要政策有福祉的产业绝对要注意 尤其是今年 美国拜登狂洒1.3兆的台币在基础建设 也就是网通基建的这个概念 你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你也要知道 我们前一波呢 旗开得胜 记不记得8048 网通这个概念 我们前波的旗开得胜 大赚特赚超过50个百分点以后 现在又换到谁 中华复兴 复兴中华 今天走出连四拉四的走势 非常的漂亮 水当当 所以你说这个政策福祉 题材加持的要不要注意 当然要绝对要 好那这些相关个股你看了就了解了 再来1.3兆元 1.3兆元 所以会引爆网通换机的采购超 这个其实大家就要了解 美国现在动不动就是加大后 就是对政府对中国的禁令 尤其是像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国又出手对NVIDIA的禁令 就是限制A100 H100的这些先进的挥达 NVIDIA的AI晶片出口到中国以外 对中国还扩散出去到中国以外 像中东其他地区 这样了解 所以你可能现在又在怀疑了 那到底AI会不会涨 AI会不会涨 我这里提醒大家 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退策 上有政策下有退策 你昨天是不是看到那个某贝亚在涨 金居在涨 对不对 对PCB嘛 好那你要知道 NVIDIA其实因为这个政策 他其实有推出一个叫L40S的GPU伺服器 那这个可以用在一些通用的伺服器上 他当作扩充AI的套件使用 换句话说 这个他不用用到台积电 现在才能最吃紧的Cowars 不用 那材料也不用最高级的 重复一次 他不用用到台积电 现在很紧很紧的Cowars 也不用用到最高级的 没关系你限制我A100H100 那我马上开发出一个L40 了解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到昨天联帽金居这些原本没切入 没有机会切入高阶AI的供应链 现在有机会 所以有机会切入相对中阶低阶的供应商 有机会切入 所以这个大家干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PCB最近在动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总结给你啊 也就是说即便美国出来政策 限制我们高阶最高阶的晶片出口 即便是扩大出口 中东以外地区 但是我们马上做出了 NVIDIA马上做出一个L40S 换句话说你要知道 所以看回台股 因为台股里面高阶的你也知道像创意实行这些 对不对 SIC的好中高阶有机会 那看回台股是不是连我们台股的中阶低阶的供应链 全部有机会 就是这个总结 好 所以大家对生根产业一定要有认识度 当你对产业的了解 勤贼先勤王股票真的是可以手到勤来 再次恭喜大家啦 今天后就是分享一下近期后这个最新的消息给大家 也希望后可以帮助大家的操作 那也希望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样越赚越多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